偷偷问一下总统有买吗 好像拳击就他没有买 就他没有买 就他没有买 讲到就总统没买免税品 代表同行的所有官员都有买 随行出访的立委 气得盲自清 管妈脸书痛斥华航骨扯 让他气得冒烟 决定发鸡牌自清 更正式发函要求查明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要提告一阵试听 罗志正则是扬言 对爆料者告到底 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思考的 我就是直接告他 信口开河胡乱抹黑 然后造谣声势 这道歉内容完全 不让我们能够接受 他事实上本来火 应该到一个段落 他反正又点一把火出来 那这不是华阳自己造成的 CNN让立委进入寒蝉 就怕沾到边 连格法买免税品到忙 切割最尴尬的就是赵天林 自首为了馈赠 亲友与自用 有买一条烟以及化妆品 到底要告什么东西 你买免税品是违法吗 还是免税品是一句污污人家的话 那以后我骂人是不是说 你才买免税品 你全家都买免税品 这样就是骂你吗 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吗 你们要跟走私做切割 我不反对 跟免税品做切割 其实我觉得很好笑 你们现在完全像惊弓之鸟一样 符合规定 买免税品根本没错 只是民进党立委发函 提告说明 自清各个如临打敌 华航更超快速度诡硬 相较于私验案爆发72小时之后 华航才开记者会道歉 这次免税品澄清 华航五小时内不但试图致电立委 更发出声明 至上深深的歉意 仿佛犯了天大的错 或许是矫枉霍正 但民进党立委撇清的用力 程度避之唯恐不及 也看得出私验案已成绿营包袱 就怕沾上一口烟惹来一神星 简松和报道